我说啊 你在骂谁啊 妹子 段成轩 你 你认识他吗 他这个人是不是特别自恋 是不是特别讨厌 真是 你是谁啊 我是来参加选秀的苏承 我告诉你啊 我们全公司都特别特别讨厌他 真的 真的 给我 你好 我叫杰瑞 我是这个公司的造型总监 所有的选手选手的化妆都是我负责 我觉得我对你啊一见如故 这样吧 你下午呢来化妆间找我一下好不好 我给你美美地画一下 谢谢你啊 来 来 说好啊 说好了 下午见啊 嗯 很高兴认识你啊 好的 你人真好 嗯 天啊你这什么东西 我都看不下去了你们干什么呢你们 啊 这你还照什么照啊你啊 这颜色能照一起吗 一头鸡窝 搞什么搞 一眼牛干脆去卖油比尔罗 什么东西 你真是他头好粉丝啊 我 其实我欣赏他吧 众人都皆知 所以没必要在这颜色 来 来 来 收探 宝贝 杰瑞老师 找到你了 杰瑞老师 这个是我好朋友叶巧 你好 我是叶巧 我们都特别讨厌端长轩 好 杰瑞老师 你看我们两个今天怎么打扮一下 来 迷你 交给你了 嗯 好 行了 别判了 拍农村戏是吗 赶紧换地上头衣服去 我看了 我不是你来坐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 哎呀 瞧这皮肤都谁呢 宝贝吧 我给你画的特殊度之后 一般眼睛闭上 听话了 乖 你闭上 杰瑞老师辛苦了 那我要不要一般眼睛闭上 闭上吧 画好了这样的 闭上吧 好好享受 快看吧 你在这儿 你你你你你 你是什么鬼 这个造型多适合你们啊 我认识问你 你之前不是喜欢小龙人风吗 你应该感谢咪妮 给你身体为歌特 歌特 太时尚了吧 这不是那个经典的 导国艺技造型 我觉得挺可爱的 那是他们的 你是故意整我们的 找茬是吗 找茬 你那气质本身就是如此 你怪我喽 你讨厌 你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我可手洗造型 你什么鬼啊 我看你就是个洛卡 好啊 告诉你们从新来到比赛开始 都是我这洛卡负责你们造型 我还就不信了 你 苏长 我们走 走啦 我过上去了 别走呀 洛卡 你别走呀 怎么说 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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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走 没大没走 咱们去哪儿了 我去找 晨晨 你怎么搞的 你不知道造型对一个选手有多重要吗 造型是万万不能得罪 天天你不知道 我根本没有得罪她 我觉得她故意整我们 嗯 你这点眼力尖都没有 亏你还在剧组里混过呢 给点小安小慧花不了几个钱 一杯咖啡 一个屈气饼 她就不是这么态度了 就让给她花钱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知道 别瞎出主意 我看你跟程子也是朋友 估计你也难逃魔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 给你走 嗯 再被你骗一次 行了 怎么了 程程 我就不应该管你的心事 田田 哎 田田 你就别管她了 是她自己不进去 不是 不是 田田 哎呀 这件不好 这件过于反锁了 这件好像还可以 是不是很单调啊 可以加点配纸 上面再配一顶帽子 哎 你别跑啊 莫哥 哎 你 你干嘛不接我电话啊 你 王子文 今天是发生节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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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我这不是忘了你工作时候不接电话了吗 哥 我这么突然回来 也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说实话 我爱上了一个人 被他搞大了肚子 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而且我天两天才知道 他还有爱滋 再给你最后一次酒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嘛 来 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苏承 承子 我最近最好的朋友 这是我哥 传说中的叶琛 大造型师 叶先生 你好 是这样的 我跟苏承呢 参加一个新人选秀比赛 一不小心得罪了一个 跪舔他老板的娘炮造型师 被画成了刚刚那个德行 身为堂堂造型师叶琛的妹妹 怎么能顶着刚才那个样子出去丢人呢 你都听不下去了吧 你都听不下去了吧 是时候让你出手了 快 给我们俩做个霸气的造型 气死他们了 哥 哥 你干嘛呢 笑颜定好了 明天退菜回应我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呀 让我随便给这种人做造型 你当我是发廊的小弟 还是街边的采访 我是哪种人啊 我跟我妹说话外人最好不要插嘴 哥 你太过分了 你一点都不疼我 苦完了就去收拾行李 那你帮不帮我们做造型吗 哥 你真是太过分了 快走 快走呀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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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了 跑什么样了 Luke 我哥的钱包 你 你